郑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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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 郑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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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郑毅 郑果不见了 嫂子 你先别着急 你到楼下找找看啊 不是 我们刚才这个车坏在半路上了 这不刚刚修好吗 行了行了 我马上我就赶回去啊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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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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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结婚后的第三天 我初恋男友突然来找我 说当初没有真的想跟我分手 只是想在事业上继续努力 争取配得上我 他现在终于肯向我求婚了 喂 您好 这里是正在说的不是小麦 可是他求我离婚 真的 行行行 我马上通知他 你别着急啊 郑大老师 听了后面的话 您真会生气 因为我 离婚了 那你就跟他结婚好了 但是今天晚上他又跟我说 他仔细想了想 觉得受不了我已经结过一次婚的事实 想再考虑考虑 我看你也不是吃粮食长大的 好 警官吧 刚才你弟弟正义来电话 他说你妹妹走掉了 正果 别跑 嫂子 嫂子 正义 正义 正乌没有啊 没有啊 别着急 你别着急 你好好想想正乌能上哪 我想不起来 我真的想不起来了 我走的时候他跟你哥在家呀 你说家子我们跑哪去 会不会跟你哥去去去去照大败吧 没有没有没有我给他打电话了没有 那怎么办啊 嫂子要不然这样 咱再好好找找吧 行不行啊 不是 我给这小区啊都翻了几遍了 都没找着 那咱再找找 万一那有辣的地方呢 行吗 走走走那边看看 正管 正乌老师快上车 正乌老师您放心 正乌肯定没事的啊 照正大 你又想跑啊 无聊 让开 喂 妈 那个正果在你那吗 行行行 行行 不在 哥 我打电话让你回来也没有 我们单位车坏搬那 什么都说不上你 大家都别着急 实在不行的话咱们报警吧 对啊哥不行咱报警吧 说话也照正大 要不是你 正果能丢吗 嫂子您也别着急 正果肯定不会有事的啊 正果不会走远 你上哪儿上啊哥 嫂子哥哥 哥哥 伯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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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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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脑 动脑 来 这儿呢 我这儿来了 伯儿 你怎么回事啊 什么了没有 我来接好号 接什么好号啊 伯儿 你忘了 嫂子已经把好号 送到老子家去了 我忘了 我就是想来接好号 伯儿 你这一跑 把嫂子都给吓坏了 活都吓没了 你知道吗 行行 少说两句吧 行什么呀 这是找着了 找不着怎么办呢 这不是找着了吗 行了啊 我也是 我也是着急嘛 那儿找不着怎么办 行行 行了 行了 哥 别说了啊 少说两句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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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车吧 没上去 走吧 慢点 伯儿 伯儿 上车 来 伯儿 伯儿 来 来 伯儿 来 来 伯儿 来 来 伯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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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会儿送小麦回来 我晚上就不回来了 哎 不回来了 你去哪儿啊 晚上我就回公司住了 你 你去公司啊 伯儿 二哥明天过来看你 好不好 那行 那你去 小麦 谢谢啊 别那么客气 谢谢 伯儿 伯儿 你们早点休息 好好好 你们先回去了啊 老婆 老婆在你的 老婆在家 老婆 在 好 对啊 你平时不是挺这么说的吗 现在怎么严格了 严格了 哎 今天谢给你了 你嗓子都已经谢过了 好嗓子 嗓子 你前嗓子 其实在我心里头 我从来没有把她当成 什么前嗓子 后嗓子 是啊 我也觉得她不像前嗓子 今儿正火丢了 她比谁都着急 我觉得她人挺好的 不是这么好的人 怎么会离婚呢 而且我听你哥说 还是她主动提出来的 她们俩的事啊 我也说不清楚 这事真的悬的 不过果可以一个人找到幼儿园 这也是好事啊 好事 好事 郑大 其实这事真的怪你 你说你怎么能放心 果一个人在家呀 那是你亲妹妹 实在不行 只有你 我 郑毅 咱们仨轮流值班 行不行 行不行 说句话呀 行 行 你说的啊 明天我就订支呗呗 我去等单位啊 饭我就不吃了 还是吃点吧 吃点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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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你去单位去接我 你就跟我说一声 省得咱俩走差了呀 回头我找你经理说一声 也让你跟马上下班 来 来 来 刘洛正大 我呀 想跟你商量个事 你说 我昨天晚上想了一晚上 你觉得 好好那幼儿园怎么样 挺好的呀 那我想 我们主任 是我 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 我昨天晚上放那儿了呀 好好好 我马上到 我马上过去 别着急 就这样 你自己看着吧 我都说过好几次了 这是幼儿园 不是收容所 他这么大了 到幼儿园确实不合适 园长 你看 这是好好爸爸给我带来的 我平时也不怎么用 别别 好好妈 这个真不行 从来没有这个先例 您收下了不就有先例了吗 我知道 郑果呀 他确实到这儿大了点 但是啊 他的心理年龄啊 就跟那个好好差不多 在家呀 他们经常在一块儿玩 玩得可好了 你们也挺不容易的 是啊 还是女人了解女人 你说谁家愿意谈上这事 但是我谈上了 我也不能躲吧 对了 果啊 他特别会画画 你看他画的 这些都是他画的 你看看园长 他呀 还给好多动漫公司画过呢 对了 电视剧里也用过他的画 好几部电视剧都用过 你看 我的画 对 果的画 嘚 乖乖 好 乖乖 乖乖手里 来 好 宝宝 好 宝宝 好 宝宝 好 你先走 好 宝宝 好 宝宝 来呀 拿这个 我有这个 來 老師幫妳弄飯 媽媽看著 媽媽啊 餵菜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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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大老师 您的咖啡来了 好 谢谢 郑国怎么样 没事吧 郑国还好 不好意思 让您也忙过半休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吗 千万别跟我客气 我的意思是说 您是我的老师 都带了我这么长时间了 千万别把我当外人 您别的事 我先回去了 好 对了 郑大老师 我觉得吧 您得想一办法 让郑国过得舒心一点 什么意思 是不是郑义跟你说什么 没有啊 反正我就那么随便一说 您随便一听就好了 我没事了 回去了 我赶我玩 行了 阿姨 真是对不起 让孩子受委屈了 行了 你也挺不容易的 现在能找到你这样的大哥 还真难哪 不懂啊 这都是应该的 懂吗 别怪我这当奶奶的不讲道理 把那么大个姑娘送到幼儿园来 确实不是那么回事 对对对 阿姨您说得对 我们之前只不过是想 让这个姑娘发挥一下画画的特长 教孩子们点东西嘛 可是没想到 真的实在太抱歉了 是 那就这样吧 我走了 那好 阿姨我送您 阿姨 对不起啊 好 来 坐 坐 坐 来 坐 再见 再见 宝宝 阿姨您慢走啊 来 哥就说话敢等一会儿吗 听话啊 请过吧 这个画得不好 对 广化画得最好啊 院长 真的是对不起你 让你也跟着受委屈 这个 没 没什么 其实也不能验正果 其实小孩子在一起 就是打打闹闹的 是 只不过他的年岁真的是大了点 人家家长肯定会担心的 我没有想到 他这么护着你们的孩子 是啊 在 在家就这样 好好 好好在里面 好好在里面 我要跟好好在一块 哥 你听哥说啊 好好的晚上才能接呢 对吧 听话啊 回家你让你二哥陪着你 好不好 我要哥好好在一块 幼儿园不好玩 好玩 不好玩 好玩 好玩 好玩什么 你看好好每天来幼儿园 都要哭鼻子 是不是 上幼儿园 哥和嫂子就能上班了 对吧 那幼儿园真的都是 哥把你送回家 你跟二哥在一起 哥一样可以去上班 对不对 那咱回家好不好 走 来 换几幅 谁呀 崔子 伯伯 郑伯 你怎么回来了 伯伯 就到库里活活 多画几幅啊 喂 你要干吗 你想干什么 果多大了 你把她送幼儿园 她是个大姑娘了 你让她跟一些 三五岁的孩子在一起 你要是觉得累了烦了 没关系 你别跟我说呀 我来带她 你不用这样吧 你说完了吗 说完了吗 把果送幼儿园 是我的主意 而且我还是找上院长 送了礼 才把果送进去的 我今天早上想跟你商量啊 你不听啊 所以我就把果送到幼儿园 我觉得把她那个智商 现在跟好好差不多 那去了幼儿园呢 还可以有点启蒙 这不挺好 启蒙 启蒙 你让她当众出草 松住你 赵正大 行 以后你们家的事儿 我再也不管了 我再也不管了 最最美味最最著名的谢宝王 好吃的谢王宝之家 玻璃上贴着招聘广告的 好多年了 我天天梦想着会有这么一天 现在我要进去 直接去找经理 盯着她的眼睛 把我的想法告诉她 可是我做不到 郑果呢 这么待的家里边的 不是个事儿 也不安全 对吧 你看那周雨晴 她现在又上夜班了 我晚上要节目 你一天闹乱七八糟的事儿 那么多 根本就顾不过来 不是 那你说怎么办 我有一个办法 这也是无奈之举啊 就是把果子送回老下去 不行 我坚决反对 你反对没用 就这么定了 不是 那这事儿你怎么着 也得跟嫂子商量商量吧 跟她商量什么 她一个外人 嫂子在我跟郑果心里 她永远都是我们嫂子 她把果送到幼儿园 就说明她不想管了 你就是问她 她也会同意的 我不同意 看见没有 嫂子不同意 她干嘛就不知道 我们说什么 不管你们说什么 反正这次我听郑义的 我不同意 看见没有 哥 来 二比一 两票对一票 你出局了 出什么局 人家医生都说了 让她找一个 环境好一点的地方 熟悉一点的地方 对不对 老家正合适啊 空气又好 又那么多熟人 多好啊 对她的治疗有好处 你是要送郑果回老家啊 对啊 哥 我跟你说你说的这不对 郑果最熟悉的人 全都在城里头啊 你说老家那只有爹 是不是 而且大夫也说了 那郑果经常需要什么高压氧 而且需要放松心情 不能让她激动 你说回老家这些东西全都达不到啊 还有 还有万一郑果回老家 她要是想嫂子跟好好怎么办 那嫂子不能天天往乡下跑吧 对 不能送郑果回老家 回老家 我这个做嫂子的我不放心 看着没有 长嫂比母 长嫂比母 老话说得真是一点错都没有 嫂子 你闭嘴 闭什么嘴啊 正义说得对 怎么了 那你们说怎么办 好吧 来 你们拿衣去 你们要不同意 我还有一个办法 咱们这儿啊 是最好的了 你看 这环境多好啊 楼也好 房子也好 树也好 人更好 以后啊 你就住在这儿吧 这些的老人哪 可喜欢你了 你可以以后跟他们画画画 打打麻将 打打扑克 这些你会吗 要找我哥 还有我嫂子 好好好 你哥呀 跟你嫂子说了 他们呀 以后会常来看你的 哥 我要找我哥 我嫂子 找他们 我来给他们打电话 他们会常来看你 好不好 闺女啊 不能过来 过来 咱们一块儿玩牌 好吗 这个老太太 她是喜欢你的 以后出酒了 你也会喜欢上他们的 对 我要回家 回家呀 行 给你哥打电话 好不好 喂 郑果 你哥 哥 果 哥 果 果不哭我 哥 我要回家 姐 她 哥 哥 果她 你也会回家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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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正滚 快来吃饭了 快点 菜都凉了 快 妈妈 我要姑姑 我要姑姑 行了 姑姑不在 自己吃吧 自己吃 我就要姑姑 我就要姑姑 我就要 我就要姑姑 准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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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她哪儿也不去 嫂子照顾你 管 一会儿啊 嫂子带你去嫂子工作的地方 到了那儿啊 你也别闹 嫂子给你找个地方 你就画画 坐 坐 来 太阳 来 您也吃点啊 是 好好好 喂 妈 什么事啊 请 我跟你说 今天早上在找事啊 我碰我老公有了 她儿子啊 叫文化局 说是 不是 是文化局底下的一个什么科当科长 还说跟你讲 有文化 刚离婚没孩子 妈 你想什么呢 我想什么事 我想当妈的应该想的事 真是的 那常说呀 过来这村啊就没这店 那过都过了嘛 雨晴 有那精神头啊奔下个庄 妈 这么些年了 我也没看你奔下个庄啊 不是还在那儿一个村转悠着吗 兔崽子你怎么说话呢 真是的 那我要奔了下个庄 谁管你啊 我不是也得管好好吗 行了 行了 妈 我的事你就别管了 我在上班呢 不是我吹啊 就这一片的工程 哪个不是你想给我干的 一个工程下来 够你十年干的 农民工行吗 你个人打工 给你个三十五十就乐你屁点屁点的 我跟你说 跟着我干 没错 天哥 我敬你 你慢慢喝了 我上他卫生间 别背着我结账啊 我来啊 输好了 雨晴 你看看你在张大他们家 都耗多长时间 这女人哪 大一岁就难一岁 是不是 那你说耗这么长时间 那她都不回头 那就是不想回头了嘛 是不是 这姑娘 真神了 神比马良都神 哎 凤雄 你要是通缉犯 有这个 你肯定跑不了 什么 我看看吗 怎么 太像 什么呀 是不是 那人家文化局这个 人该多好 有文青 刚好 行了 行了 妈 我不跟你说了啊 你说画上哪儿看看是吧 你画我干什么呀 我画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你还是不是大老爷们啊 只有一个女孩子 这孩子她她她画我呢 她画你干什么呀 你明信啊她画的 她画的就是我 你问问她 画的是不是我 算了算了 什么算了 你看看你看看 你看看你看看 你看看看 还有这个 画的是不是我 是不是我 画你怎么着了 你还没给钱呢 还还还还还 她给你钱 你又画那么难看那么丑 我还给你钱啊 是你长得难看 还是她画的难看呀 你回家照点镜子 问问你妈 你为什么长这么难看 怎么说话呢 再说了 你谁呀你啊 关你什么事啊 就关我事了 我是她嫂子 怎么着 我跟你说 你就是个女人 你要是个男的 我跟你放着鞋 你信不信 我不信 你放吧 放了 有本事你现在放了 你放了 我听说我听说 我听说我听说 我还不信 我现在乱打 你干什么了 你干什么你 我问你 把酒瓶子放了 你不放了 要爆酒了啊 你带她来干什么 谁同意了 这儿这么多空位子 她在这儿画画 也没碍着谁呀 没碍着谁 都要出人命了 还没碍着谁 是那个酒鬼 他找事 您刚才不是都看见了吗 你要不带你傻小骨子来 你有事吗 经理 你说清楚啊 什么傻小骨子 不管怎么说 你带个病人来上班 就是你不对 就是因为她是病人 需要人照顾 这是最起码的人性 照顾她有赵张大呀 人家是兄妹 你算什么呀 你别以为你跟赵张大的事 没人知道 我告诉你 她现在跟你没有半点了 要不是她找人替你说话呀 你早就被裁了 你说什么呢 你再说一遍 好话不说二位 刘本在你前夫妻 我问你 我都已经跟你说明白了吗 我可告诉你 你就是这儿一服务员 要想在这儿干 就是守这儿的规矩 不然的话 趁早给我走这儿 走就走 我早就不想干了我 谁 古王走 走回家 还以为你是赵张大的媳妇呢 你再说一遍 你再说一遍 不许你欺负嫂子 走 回家 还没干呢 那个 行了 你做了这么大一件好事 我是不是应该谢谢你啊 不 不是不是 要不我找经理再去聊一聊 真的以前这个 古儿拖累你了 不用聊了 是我不想干了 别 别啊 这好歹是一份工作呀 是 是一份工作 现在我们孤儿寡母的 我不上班 没人养活了 放心啊赵张大 我们俩啊不会拖累你的 你还跟人吵架 你听你那嗓子 都什么声啊 我刚才我俩还好好的呢 谁知道啊 要我说呀 人家骂你是活该 你想想啊 哪儿带着病人上班的呀 说两句你就得受着 凭什么呀 我在单位腰杆支了十几年 到他这小破饭店 我本来就够委屈的了 还得听他腰三合四 落草的凤红不如鸡 到哪儿上你应该唱哪儿歌 你看看你 我本来想到你这儿 让你安慰安慰我 你倒好 老板人上口上咋言 咋点言好 要不啊 我改你这大的脾气 一瞅瞅 再走一间还是不行 你就照我吧啊 我以后啊 我就是个老女光棍 我看你脸上有光吗 这事啊 你看能不能再痛痛 郑大老师啊 一般不求人 今天找我来啊 就是来给你 陪博士来了 那个 方经理啊 真的是对不起 真的 别姐 您这大主播的对不起 我可领不了 其实 你看我们家周玉晴 她就是脾气不太好 其实她特别感激您 真的 别姐 别姐 她这尊神我伺候不了 王总 您就饶了我吧 她要是再回来 我这饭店 真得关门了 怎么 连我的面子都不给了 我不是不给您 和郑大老师面子 实在是我的妙真的很小 容不下周玉晴的真身 她要是回来 我就滚蛋 王总 算了 就别在南北风景里了 是 我不好意思 走吧 郑大老师 有句话问您 您别不爱听 您说 您媳妇在家 也这样吗 来了 来了 你在你怎么不着开门 你不是也在吗 你开不行啊 那 那个 你看看 你看看弄的啊 弄的人这么大都不知道 叫我什么好 我也是 在这家待着 我都不知道自己什么身份 妈 你们俩干吗呢 俩大活人都不知道开门哪 这么半天 我跟你说啊 你们过去啊 在一个耍里吃饭 一块过日子 叽叽歪歪的 那是叫情趣 现在不是了 又不知道怎么回事 妈 你以后来啊 先打个电话 我打电话你去了吗 这文化局的科长 等了一半天 人见了 小曼 你小事 小点事 说坏事小点事 活大半辈子了 说好事干吗小点事 看看 我跟你说啊 人家呀虽然名气不大 那名气管什么用啊 当饭吃啊 当钱花呀 人家大小是个官 国家干部 科长 而且我跟你说 人家说了啊 不嫌你结过婚 不嫌你有孩子 什么都不嫌 你要嫁给他呀 超着了 对了 妈 不是还有一个吗 哪的呀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你见了十个八个了 你就忘了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富处 马上要升正处的那个 那个呀 我跟你说 那妈没看上 那没正当帅 拿不出手 是吗 嗯 妈 这不行 你看看这眼睛小的 跟天不亮似的 我看看 天挺亮的嘛 这么大的眼睛 我看面善顺眼 正大 正大 正大你帮我看看 正大 正大 哎 我妈 跟我接着两个对象 你帮我参谋参谋 你不是一直说 看人挺准的吗 来 你帮我看看 你自己看得行就行吧 那怎么行啊 我又不是房子闺女了 我还带着好好 怎么着也得让好好看人睡 顺眼得行是不是 你这样你帮好好参谋也行 来 参谋一下 行 不看 那我跟你说 这第一个呢 这个是个科长 说马上啊 就要升处长了 这个呢 是那个开公司的 特有钱 家里有三处房子 还有一个我妈说 对 是从国外回来的吧 对 还有一个是海归 我觉得海归挺好的 对 海归是好 千年毛毛半年龟嘛 只要不是海带就行 对吧 海带是什么 菜场有的是 海归是 海归行 我说秦啊 行了 妈 你在这儿瞎掺乎什么呀 走走走 你给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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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郑大老师 您快到台里来一下吧 那个富家女把您告到台长那儿了 走 八七人家了吧 这人家呀 你心子不温在你身上 妈 她那儿诚心气过呢 她那人你还不知道 你看她那样 是诚心气人那样 心子不在就是不在啊 你这儿有意 她那儿不留情 我说你 听妈的啊 这事不能一棵树往人吊死 那我也不能随便找棵树吧 找个歪脖树怎么办 真是 这婚姻呀 跟赌博一样 得壮大运 这点儿勇气都没有 谈政大 这一个电话就走了 她心思没在你身上 她刚才接电话的时候 好像挺紧张的 是不是她单位出什么事了 你